那中國大陸的軍事實力呢 讓軍事迷也很開心的是什麼呢 包括了轟20是不是在珠海航展會見面呢 然後這個也被說是 根本就比轟20還要強大嗎 因為結合了殲20加轟20 就是大家討論度很高的 殲轟26被傳出來說首飛成功 然後呢被講說它是在關島殺手 威力堪比轟20 就是殲20加轟20的概念 然後它上面會放呢 涡扇15的發動機 速度超過2馬赫 進行超音速的巡航 那飛彈的部分呢 殷級12跟殷級21 殷級21 這是大殺氣了 還可以掛載呢 霹靂史跟霹靂15等等的 另外來看到呢 俄羅斯最近也公佈他們的 是俄羅斯版的東風31 那中國大陸不是發射東風31AG嗎 重點是西方都不斷說 它這次發射的真的是31嗎 是41啦 為什麼呢 哎呀怎麼可能那麼厲害 如果是真的是東風31AG的話 西方真的會很緊張 第一個呢 路透社說 證明中國大陸核威者力量 就像宣傳中有效 因為呢來看到還提到了 像是呢 金融時報華盛頓郵報就說 它導彈飛行的軌跡 似乎顯示它可以機動變軌 還可以分導彈頭 那這個應該不是31吧 是41吧 因為41才會變軌啊 才會有這個分彈頭啊 如果是31AG就能達到 他們就嚇呆了 這個問題 這美國也很無聊 要自我安慰嗎 因為31絕對數量比41要多嘛 舊的 那這回你 美國認為你能威脅我大概就41啦 因為41數量很少 這次表演31出來以後 31也可以幹同樣的事 也可以做一樣的事 這就是說對美國威脅就加重了 所以你再去否定也沒有意義啦 因為這個外型可以研判嘛 外型長這個樣子 他帶頭就是31啦 就源頭 所以這個東西啊 美國也是叫做自我安慰 自我催眠 不是不是 它是41 它數量少一點 比較救醒的 這個東西為什麼 曝露美國的一個憂慮呢 美國的核子武器裡面 大部分叫義勇兵 現在叫民兵 民兵已經50多歲了 50歲 那前幾次試驗都失敗了 為什麼 這個過期的彈藥總是危險 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 最近他最近為什麼改變 俄羅斯突然宣佈 我有1500個核子彈頭 備戰 那就是可用啊 那中國大陸這邊 30億也可以加入這個行列 對 美國就覺得麻煩了 美國也有超音速飛彈 畢竟它發展得晚嘛 前面因為五六千發這個老式的 他有多少心思的 因為老式的只是數字嚇人 對 心思的是真的插進你的心臟 這是我真的能夠突穿的 我能突穿就能插進你的心臟嘛 所以這個東西啊 它當然會恐怖了 第二個這個洪二六 洪二六是兩種飛機的接洪二六 又像這個 就像殲二零 二零加洪二零 這就是說把 戰鬥機跟這個 隱身機加這個 轟炸機三合一了 三合一 它為什麼能夠做成三合一呢 它有兩個進氣道 兩個進氣道就代表裡面 有兩個窩扇的發動機 以前中國大陸的心臟病 就是發動機不夠強 推力比不過千 美國的F22 那而且呢 它的發動機壽命短 美國的發動機 假如你可以飛三千 我不知道缺失數字 三千小時的話 老公的可能是兩千小時 那你就很頻繁的 要更換發動機 自從這個太行這個 發動機出來以後 這個缺點不但沒有了 它還比美國千二零的推力 增加兩噸 就是說 我可以飛得比你更快一點 持續力更長一點 發動機的壽命跟你一樣多 所以這個 轟二零為什麼受到這麼大的關注呢 它可以帶 它因為隱身 通常隱身飛機 不能掛很多東西 你要在機服裡面擺 那殷疾又是不小的一個武器 它帶了殷疾就可以打很遠 它本身的航程已經夠長了 速度夠快 夠隱形 那美國就很難捉摸 你這個飛機在哪裡 對我發起攻擊 因為殷疾也可以帶 很好的彈頭了 對呀 所以這個東西 美國的航母就很擔心了 因為這個 隱形的飛機出海 你雷達上找不到它 等到你 航母的附近了 殷疾一出來 你就麻煩了 所以每個新武器 出現的 它的基本性能出來以後 那對我的威脅 就可以看出來有哪些 所以這個問題就變成 我一再跟歸電視講的 武器是紙 有毛就有盾 盾強就毛更利 毛利的叫發展 盾 所以你看美國現在 曝露出來 在以色列的標3標6 並不能夠完全攔截到 超音速飛彈 那這個是美國發現 它自己的短板 那美國也有超音速飛彈 老共的S400 雖然很強 是不是能完全攔 戰場上還沒看到 就是說大家發現 美國的盾 跟老共的盾 對超高音速飛彈 都有攔不住的可能 所以這個問題就在 剩下比什麼 比決心了 OK 我要打你 我給你拼了 我要犧牲過獎 那這個人家講 狹路相逢勇者勝 美國不容許有這個狀況 不容許有這種去冒險 來跟我 跟我真的對戰了 所以 它的憂慮現在就出來了 航母又不夠 防空飛彈的能力又差 人家又在拼命搞 能夠突穿的東西 就造成他心裡的 很大的隱憂 對 美國以前都是想要有 絕對的空憂 我以前是怎樣 我隱身戰鬥機 去打你那個四代機 綽綽有餘 有絕對的優勢 但中國大陸轟20出來之後 你這個絕對優勢沒了 更別說下一代的六代機 中國大陸可能又比你 彎道超車 然後剛剛將軍提到了 就是突穿能力 美國你的確核武很多 但是中國大陸突穿能力很強 你看東風 所以願老星怎麼看 美國就是很緊張 說你這個怎麼 這就是41不是31A級 但是你把他的那個彈頭來看 他就是比較是這樣子的樣子 就不是41的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們最大緊張就是 31都對美國有威責了 我接著這個 帥將軍的話來講 美國人在打仗的話 任何人打仗一樣 就是說不打沒有把握的戰爭 一定要準備好 一定要有絕對的優勢 才開始這個戰爭 所以說東風31A級發射的話 只有一個目的 我在這邊講過 就是要威懾美國 他的目標非常明顯 為什麼叫做東風31A級呢 其實大陸叫做假改 就是假改 就是第一次改造 實際上改造的原因 我們沒有辦法得到 但是他改造其中當中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理由 就是說有一個 就是叫做 所謂的前學生彈道 當然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彈道 就是說這個東西上了外套運 下來的話可以高達25馬赫的距離 一個馬赫是一個因素 那麼大陸的這個技術來講的話 他可以就是說是改變他的這種 下來的這種彈道 它可以沉坡體打水漂 對就是說你反正 你也是很難維持它 就是說那個超音速導彈 鐵球沒辦法抓到 也是這個理由了 就是他自己會變 變軌 變軌的這種 對就是叫做這個 可以控制變軌的這種情況下來講 我必須要強調一個 非常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現在的科技的戰爭 打的就是誰比較科技的進步 我舉一個例子 你就可以了解到 大陸目前為止的話 有關於電磁彈射的時候 因為我們今天講了很多 遼寧艦跟山東艦是沒有講到福建艦 福建艦的外型都完全不一樣 它們前面沒有翹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它靠電磁彈射 請大家注意 電磁彈射不但是能夠彈射艦載機 就是這個殲-15 殲-35 這個都沒有問題以外 我那時候聽到連那個偵察機 都已經電磁彈射了 空警600 而且我跟你講你還可以改變 你剛剛講到說那個大型的 這個什麼076什麼登陸艦什麼的 裡面如果又有電子彈射的話 它變成小型航母了 所以說這個整個科技的應用的話 達到了美國的受到的這種 威責的這種效果對不對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說 美國既然在沒有打這個 毫無勝算的戰爭的同時的話 它只要想一想 這只是尖 這只是東風30億AG還有東風40億 我看到還有東風5億都冒出來 還有一百雷 對啊 所以你可以想到就是說 在整個這個推展跟發明的話 另外有個優勢嘛 就後發優勢嘛對不對 後發優勢就是以前方已經有的 大家要記住啊 你剛剛率先提到說 美國的導彈都四五十年 四五十年前的美國 跟今天的美國差很遠啊 我自己是美國人在台灣 辦的學校東海大學畢業的 我自己非常瞭解 四五十年前的美國人本身來講 展現的那種精神 跟今天的美國真的是叛落兩國 情況完全不一樣 那大家都會注意到說 美國本身的這個軍備上來講 不是太貴 就是說是那個技術上來講 麻麻糊糊的 的這種事情 我覺得在中國這邊發展的過程當中 一直推存出新武器的過程 讓美國看了非常緊張 美國憑什麼跟中國對抗 對啊 真的差太多了 所以呢 將軍你要補充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大家也不要高興過頭了 中國大陸現在真正做得到 就是說在我近岸的地方 我有絕對的優勢 但是中國現在這些東西 拿到太平洋中間 跟美國對決還是不夠的 這點是事實 這個自己要承認 所以我看中國大陸最大的努力 就是說確保大陸東南沿海的安全 跟台灣的統一的 他的這個復興大業 所以這個你看他所有的作為 大概就是在中國大陸東南沿海 因為是最附屬的地方 這也是中國大陸的短板 你知道嗎 因為所有的有錢的城市都在東南沿海 如果他被美國 這被搬到四川去了 你要知道美國的歐哈歐的潛艦 還是全世界第一了 他不知道哪裡冒出來 我們東南沿海上海 都承受不起核子攻擊的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最大的努力 就是在我們沿海 兩三千公里以外 這個地方是我的 因為你要跟他決戰的話 他美國11條航母 而且還有多少條 歐哈歐爾 所以這個問題 大家我們就是說 就跟習大大現在所作所為 我就覺得就像孫中山講的 希望全世界以平等待我的民主 對啊 他沒有侵略的味道 他沒有侵略的味道 你們不要再小看我 不要再欺負我 以平等待我的民主 大概是中國大陸的最大目標 所以他不是一個好戰 他不是爭取一個軍事霸權 他絕對有足夠的自衛能力 心死自己的主權 我覺得這點 中國經濟的霸權比較重要 而不是軍事霸權 對 你有防曬嗎 我每天都有擦防曬乳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真心推薦給大家 記得我的推薦碼 CTI627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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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